下一个大粉丝就是乾隆了 乾隆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 我们今天知道的三溪堂 这个就是紫禁城里边 原来阳心殿的一个西暖阁 原来是他的书房 后来因为内府里边收藏了三个非常有名的帖 乾隆就把这里就改名为三溪堂 其中有一幅帖就是来自于王羲之 王羲之的快雪石晴帖 乾隆是非常非常喜欢在自己的藏品上面去盖章 去随时提醒自己的一些感想 如果大家去看快雪石晴帖 大家可以开始翻 这上面有他好多好多的自己贴上去的一些想法 当然没有贴到原帖上面 是表在别的地方 其中有一处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 很有意思 不光收藏王羲之的作品了 乾隆其实是临过王羲之的字的 也临过蓝亭集序 他临的这一幅蓝亭集序呢 现在收藏在这个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在临的这一幅字的末尾 他还写上了 乾隆乌银上四日 淋于三西堂玉笔 乾隆乌银是1758年 光收藏光临好像还不足以体现他的大手笔 在乾隆44年的时候呢 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 他把他所看到的这个跟南亭相关的八种墨迹 真迹没有了 就是各种墨本了 这个里边有这个鱼石楠的呀 楚遂良的呀 冯承素的呀 再往后就是 冰朝的时候这个董奇昌的呀 还包括他自己临的 都刻在石头柱子上 建了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呢 原来是在圆明园 后来就给移到了这个北京的中山公园 如果我们去看冯承素的 那个版本的蓝亭集序 我们可以在很早很早的他的那个提签上面 能够看到蓝亭八柱第三 这个指的就是当时这个乾隆的这个 修的这个八个柱子上面的第三柱 就是放的这个冯承素的这个磨纹 这些日子封房地下 我们就还有巷承素的 Hill 这个要是一个奈村的 就是但是请请开大堂